今天要说的故事关于楚博书博书,也就是古人写在私质的布料上,记录当时事情的一种古书。 而楚博书有着2300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中国已出土博书中年代最早的理念记录了, 战国时代楚国的宗教观和宇宙观。 楚博书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材料博书中间的文字,强调了人设天境神的重要性, 讲述了天地形成的神话,周边画着12个月的月神,月神的旁边记录着美, 各月一座什么即座什么,这就是当时的古人,关于天地宇宙甚至皇,那道看法啊。 然而但是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物,现在,并不在中国人手上过去2300年他的命运跌宕起伏, 如今他依然在异国他乡流浪,原本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他指导北京大学的李灵教授研究,拼凑出了他颠沛流离的一生, 2000多年前楚博书作为随造品被蜜蜂,在了湖南长沙的一座墓中2000多年后的194, 两年因为几个盗墓贼储博书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那一年几个盗墓贼在湖南长沙的子弹库, 发现一座古墓古墓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墓主, 分下当时的陪葬品,其中包括一把剑一个烧,还有一块写了字的破布, 当时的盗墓贼发现墓里的器器和长剑保存得非常好, 2000多年,过去剑依旧能闪出金属的光泽, 但是他并没有发现那块破布,价值直接把它们当废品, 送给了当地的古董商人儿,这个盗墓人万万想不到, 这个他看不上的破布,却成了这整个墓里未来最有价值的东西, 当时古董商看到这块博书之后将他表装到纸上, 挂在自己店里展示两年不到他便被识货的菜籍, 想买走他是湖南著名的古董商兼业与历史学家, 当他看到这份残破漆黑的纺织品时他惊呆了, 他怀疑这张其貌不扬的博书来源于战国时期, 于是很快就决定买下他打算回家仔细,研究最后可能还可以转手再把他卖掉, 但是当时日本正在攻打长沙, 蔡继香带着家人也加入了逃亡的大潮, 在逃亡之前他特地把这份博书放进铁馆中保存带走, 不幸的是当一家人逃到新马州时, 遭遇了日军一名日军军官,想要强暴蔡继香的妻子, 最后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儿不堪凌辱直接正拖出去跳下水塘自杀了, 之后蔡继香带着剩下的四个孩子逃到附近一个山城, 突然遭遇了人生如此大的变故蔡继香非常痛苦, 为了让自己不要再去想那些悲伤的往事他决定开始集中精力研究那份博书, 虽然当时他没法弄到基本的参考书籍, 也没有专家可以去请教, 但他还是努力研究出了这份博书中的大概意思, 他发现里面讲述了人类应该如何面对命运和死亡这跟他, 当时的心境刚好不谋而合, 之后他把自己对储伯书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就下面这本, 两年之后日军已经被击败蔡继香带着珍贵的储伯书来到上海, 这段上海的经历成了储伯书命运的又一个转折具体, 蔡继香在上海期间经历了什么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湖南文使馆馆员吴明生表示, 根据蔡继香本人写给古文字学家商城作的信件, 中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 1948年他来到上海一是为了讨债二是因为储伯书上有很多次看, 不清楚他想去上海, 找红外线把他设置出来, 在这次上海之行中, 他见到了一个外国人这人叫柯强世歌美, 国人1930年代, 他在亚里协会工作过1945年日军投降, 后他被派到上海搜集情报同时, 他也是一名业余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品收藏家蔡继香, 来上海后柯强就通过熟人传话, 表示想见他因为两人之前曾经为了争夺古玩起过争执, 蔡继香表示不想见但没想到这人脸皮够厚, 第二天还是来了见面之后柯强先是对蔡继的遭遇表示同行, 并且掏出20美金作为定义菜不接受, 接着柯强又看到了放在桌上的博书考证, 看后他非常喜欢并且询问文中多次用到的, 是什么意思蔡表示, 这些是代表看不清楚的字, 柯强,那你有没有把博书带过来, 如果带来了可以, 给我看看我用红外线相机把这些文字照出来, 当时蔡继香心存借心就说东西没带没想到, 对方还是不死心过了一天又来了他说, 昨天我见到精彩系老板他说, 你把博书给他看了为什么不给我看我有红外线照相机, 可以把你这些看不清的字统统照出来, 虽然心里依然有点犹豫但周围人一个劲怂有, 蔡继香就同意了看到博书后柯强赞步, 绝口并且表示可以去他公寓把这些字照出来, 然而把博书拿到他公寓照了几次后效, 果并不在地于是他就说, 蔡先生不要着急我有朋友是专门研究红外线摄影, 得我今晚去问他借个好镜头宝, 正可以把模糊的字照清楚, 但你要把博书放我这里明天照好, 来就可以拿回去了, 看对方好像是真的想帮忙, 而且自己又急着想看清博书中模糊的, 内容蔡继香就同意了, 谁知道这一放竟然就把博书放没了, 第二天蔡继香按照约定去取博书和照片结果, 对方说博书已经送到美国去了蔡仙, 生我昨天为你这博书照片, 忙了一晚上借来的镜头不够好, 还是拍不清楚今天早上恰, 好有位要回国的美国朋友来辞行, 我就拖他带回美国去拍了大概一个星期, 就可以把博书和照片寄回来, 我自蔡继香一听就怒了, 你这人做事很不合情理, 我个友主, 你不经过我同意, 就善递把他送去美国旗游池里, 马上还给我, 蔡先生别生气, 我也是好心急着想, 帮你把博书照出来, 来不及通知你就托这个朋友, 待去了一个星期就可以寄回了, 如果你不放心, 可以写张细约给博书定个价钱, 如果到期不退回或者途中发生事故, 就按约赔成散交美金一千元作为保证金, 不知蔡先生意下如何, 当时泰继香非常愤怒, 但是对方有钱有事, 而且东西也已经被送走了, 他只能忍下这口气, 最后他收了一千美元的保证金, 并且把博书的价格并没一万美元, 博书一天没有寄回看, 继香就一天不能放心, 一星期后他去找柯强压博书对方说, 还没寄来可能照片没拍好, 别提从此之后泰几乎每隔几天就去问一下, 但得到的回答总是各种堂塞, 还没寄来我写信去催了再等等, 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得知柯强人自己都没了, 他已经回美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就这样柯强, 算是彻底的把楚博书抢回了美国, 回到美国后柯强继续钻研, 古中国并且曾把楚博书给好几个博物馆看过, 但当时没有人发现他的历史价值, 只是感觉他又黑又脆恐怕也没法吸引多少人来观看几个月后泰写信, 给柯强要求归还博书, 并且表示自己可以退, 保证金但柯强不予理睬, 后来蔡又托一个在美国读书的熟人去找柯强, 但最终也没什么结果, 1964年因为缺钱柯强就出售了自己一部分的古董, 其中就包括楚博书几经一首最终, 他来到美国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RFM, Segler手里买到楚博书后Segler洗, 欢得不得了并且表示他是自己所有糖品中最重要的一件, 但同时他也对楚博书的来历有点担心, 在经过各方询问后他才知道, 杨莱柯强并不是他真正的助人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骨, Segler一直只是把他放在自己的同名异郎进行保存, 并且曾多次表达过想要把他归还给中国的意愿, 有两次就差那么一点可能就成功了1976年, 他访问中国本来世纪, 话要跟郭沫若见面, 在见面时归还, 楚博书但没想到那次郭沫若生病了两人的见面最终也没有见成, 还有一次是在1980年代当时Segler计划在北京一所新博物馆, 建成后将楚博书捐赠给这个博物馆结果, 1987年这个博物馆还没开业楚博书, 还没来得及捐他就去世了, 曾经影响楚博书命运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了人世, 关于他回归中国的事也就这么被搁置了下来, 后来阿斯兰, Segler基金会曾想把他卖给湖南博物馆, 但最终因为价格没有弹拢, 李灵教授曾经亲眼见过一次楚博书, 发现对他的保护工作, 做得并不到位上面都已经发霉了, 在异国他乡流浪了那么多年的楚博书, 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最后的最后这是后连灵, 磨出的楚博书上古人画的12个月的月神, 略盟, weftp, woman, voc,com, CMarticle 201712, 2017, 1219, 1045389337001, html, https, www.nvpimes.com 20, 18, 0608, World Day of Entrance, Jalute Manicru, Execler, HTML, RAS等于CollectionSection, WorldHTPS, www.sohu.com A201210674, 526303, HTTP, Culture, CHIMA.com.cn82010, 0502, content19953336, HTM, HTTPS, www.bouban, comgrouptopic1913384, HTTP, www.kaogu.cncn, Cognac, Couders, Waybin, 2017, 102359882, HTML, XD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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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еч直科技, 第一反映是盗幕笔记, 里的战国国书可恶的球, 得好生气亨言声的渣男, 希望文物早日回归祖国, 到怀抱国民二先生, 盗幕笔记开篇, 石川着目, 我真的草了真的心疼那个从古玩市场买回来, 并真正懂得文物价值的中国人, 这一生多坎坷, 阿秦里子塞, 好不容易, 保护下来的文物还给外国人骗走了乌奈比诺家的鹦鹉 发霉了我想骂人了腮肉事 没想到原来三书写的都有原型的麻眠少那欢喜 看到楚博书发霉 然后就特心疼麻麻 一定会好起来的圆脸 我真的是看得要流泪了 希望博书有一天能回家 阿陈基阿HBNTAI 长沙子弹库战国博书部分影印在湖南博物馆有展出